歡迎收看電影情報站 我是林舒嬅 有沒有發現 我們節目的背景不一樣了呢 為了要慶祝電影情報站十週年 要感謝大家一路的支持 要繼續跟著我們 一起來吸收最新的電影資訊 首先要來為大家介紹的是 現在正在上映中的電影有哪些 熱營搶檔推薦 首先看到的這一部是國片 《復生犯》 它是在講一場離奇的意外爆炸車禍 竟然牽扯出駭人聽聞的 連環兒童失蹤案件 而且警察為了要追查 這些失蹤兒童的下落 竟然利用意識上傳技術 借屍還魂 讓五位罹難的乘客被迫死而復生 那他們要怎麼樣死而復生呢 就是這五位不同的人 還有五個不同的人格 都要同時上傳到一個被判死刑的 惱死植物人虛殼裡面 所以這五個鮮鷹犯 有五種不同版本的真相 讓整個案件更加的伏數迷離 那裡面有像是有 不管是哪一種的鮮鷹犯啊 他們人格特色 透過這個多重人格的花絮 都可以看得到 像是其中包含了愛嚼檳榔 滿嘴彰化的公車十字機 還有像是以為錢就可以解決任何事情的仲介 還有像是裡面最難揣摩的一個角色 他就是一位少女 好這些角色呢 都是由裡面的主角 楊佑妮 他要來去揣摩的 不只是從這些角色的外觀啊 還有個性 要來詮釋其他人格之外 更特別的是還要觀察他們的發生位置 因為楊佑妮是男生嘛 但是他竟然要揣摩出一位少女 她是怎麼樣講話的 對她來說也是下足了苦工 和這個要做了非常多的練習 要讓她有理到外 都感覺像是自己化身成另外一個人一樣 所以從裡面喔 就待會兒會看到片段 這個花絮片段 都可以看得出來楊佑妮 她的認真與努力 她更是跟所有劇組的工作人員說 她為了要更加的投入在這個裡面 她希望大家都不要跟她對到眼 不然她會因此而分心 那除了楊佑妮好演技之外呢 另外一位演員張榮榮 她的演技也很棒喔 她在裡面擔任是一位 腦實驗計畫的負責人 有很多醫學相關的監測名詞啊 醫學名詞 她又要很露露燈的講出來之外 她又要帶有感情在裡面 所以在裡面你也可以看到 張榮榮她的好演技喔 那我們接下來就透過片段 帶大家來看一下 現在正在熱音中的這一部國片 是附身版 有人來吧 有一個 你為什麼要上來台車 傳承之前 你做了什麼 先生 怎麼拉掉 我一直聽到有一個女孩子 在叫我爸爸 我有一個女兒嗎 你的身體裡 確實不是只有你 你不要整整我了啦 你好兇喔 你到底怎麼做了什麼 我是生意人 要三合計 只要時間一長 壞來的人哥就寄途撥去身體 你不要再來啊 再來啊 人哥開始自主切換了 你為什麼要跟著我啊 我兒子被誘拐了 那個兇手還在你腦子裡 跟我們共同升級 你們說會帶我女兒來健康嗎 我女孩在等我 只要你願意協助警方破案 我一定會保障你的安全 他本來就是個死刑罰 死了 這是遲早的事 警察上的火師都是騙人 我們現在只能自己想辦法套出去 你要小心其他人嗎 不要吵啦 讓我先去找我阿嬤啦 你到底是誰 噓 我先來救他們 你沒出現過 你是誰 你都被騙了 是你能把我跟一群怪物關在一起的 你跟我們倆 都是怪物 有一個人格 一直在假裝別人 放哪有 你能把我跟一群怪物關在一起的 阿嬤 你真的會很瘋狂 我不想跟你們關在一起 我覺得好高 好高啊 就好像一個活生生的人在我面前 切換人格 他在人格切換的時候 我覺得是非常精采的 如果大家都同意 那我們就可以這麼做 早又又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希望這個角色可以有很多變化是 他像是一個爸爸 但是這個角色在 因為人格之路的關係 他同時又扮演是反派 第一次看到這劇本的時候就 相當興奮 然後也覺得 如果能夠有機會 能夠嘗試這樣的角色 然後這樣子的劇本的話 我覺得是很有挑戰度 因為其實這次最特別的是 就是一個角色會有兩個演員來詮釋 每個人對於自己角色的設定都 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到最後反而成了一個新的火花 火花 什麼火花 我覺得主要我們在跟其他人格的時候 包括跟什麼西 跟伊倫哥 然後跟王靖 我們在做一些角色上面的討論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都一直在觀察他們 我在觀察哲熙他的表演的狀態裡面 他的發聲的位置可能會比較低沉 然後用喉嚨的狀態比較多 他在… 王亭可能他比較缺乏愛 他講話的時候會有一些女孩子的這種傲娇 在他的身上 跟男生比較不一樣 好凶喔 廖志輝 什麼話啦 我身體不是廖志輝 但我腦子是廖志輝 他是一個專門在做 土地買賣的一個商人 寫意裡就覺得 錢就是可以讓一切解決的事情 他一直希望能夠拿到一筆錢 把他老婆的嘴都堵起來 他們要創作 我也要創作 然後再合在一起 看彼此的創作能不能夠融合 我覺得這是近期以來 大家很少看到的 我覺得在世界潮流上面 很流行的一個軟科技 他會帶給觀眾 很驚豔的感覺 最近有不少國片喔 接下來要看到這一部國片是 《跟你老婆去旅行》 這是由陳妍希 張書豪和鳳小月主演的 大家還記得之前有一部電影 在台灣賣了2.51票房 她是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團隊再次創造出來的新作品 而這個團隊他們有一個號稱是 黃金三角 其中包含了 堅持莊淳淳 導演林孝潔和編劇 呂安協 這個黃金團隊他們再次攜手合作 要來創作出這個令人怦然心動的愛情喜劇 這個喜劇故事在說什麼呢 在說阿成和阿智 他們是大學的室友 也是好哥們喔 而這其中的阿成 她就喜歡上了學校裡面吉他社的一位 漂亮女生叫小雅 那阿智就想說 既然好哥們喜歡 那就幫她一把就追小雅 而兩個人就順利在一起了 阿成和小雅最後也在一起了 大學BA也結婚了 還甚至一起創業 但後來阿成她的公司 面對到資金危機 眼看就要倒閉了 甚至還想要賣掉小雅一手 經營起來的蛋糕店 那這個兩個人的關係 那樣就陷入了冰點吧 也看著這個情況 簡直是一發不可收拾的時候 這時候消失已久的阿智 她突然出現了 然後因為是阿成和小雅 他們在一起之後阿智就消失 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她自首卻突然出現了 她出現為什麼呢 她就拿了一千萬 給了這個阿成 就跟她講說 我現在給你這一千萬 可以幫助你的公司 但是有個條件交換 要讓你老婆也就是小雅 單獨陪她去旅行 這時候如果你是阿成 你會答應嗎 一個是面包一個是愛情 但沒想到阿成竟然心動了 好讓小雅整隻是心灰意人 這三個人感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就透過片段一起來猜猜看 他們的結局會是怎麼樣吧 這一副國片叫做 跟你老婆去旅行 喂 柯守晨 你欠我媽的兩百萬 你還了沒啊 我正在還的路上 老婆 這麼久沒見面 我想要跟小雅去旅行 這次你打包把我當什麼 一千萬一千萬 我給你一千萬 一個死百千 我要給你離婚了 老婆 老婆 我們在秘密旅行嗎 你跟小雅應該 就是單純出去玩 不會怎麼樣對不對 我的天 你正在想結婚你的妻子 你不斷 你不斷 老婆 老婆 阿成你幹嘛 來吧 衝衝衝衝衝衝 我要走一趟 不留遺憾的女生 They've already hugged And then they might kiss And then they might kiss And then they might 都被我吃光光 熱營搶檔推薦 回來要繼續看到的這一部是 詐欺女王 導演就說了 他會產生出這樣的故事 靈感是來自於一個社會案件 他說當他看到了現實生活之中 真的有像這樣子利用病患來詐欺的犯人的時候 他真的是嚇壞了 他很難想像說有一天 你打開門 有一個人站在你家門口 拿著一張紙 跟你說他們現在已經對你的生活 擁有完全的法律權利的時候 這個狀況讓他覺得感到非常恐懼跟害怕 這也讓導演開始想像說 也開始探討當權威還有人與利益 或者是控制與自由 人性與官僚主義 這之間有沒有什麼樣的關聯 或是他們這些題材 是不是很適合放到電影裡面 於是就展開了構思 來想出這樣的故事 並且傳達出來 而且他就把這個故事 其實聚焦跟瞄準在一位非常冷血 具有野心蓬勃的法律監護人上面 這法律監護人 他非常專注於成功與金錢 也專注在自己的需求還有慾望上 而且他緊緊的跟著成功人士的腳步 就位隨著他們不斷的盯住他們 像是在盯獵物一樣 而且還有玩弄制度 並且改變規則 但是從技術面上面來說 你說他們有錯嗎 因為他們去遵守這些法律規則上面 來去獲取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這樣子無良的法律監護人 找來是誰飾演呢 是羅莎蒙派克來飾演這樣的角色 而且在最新公布的第78屆金球獎裡面 這羅莎蒙派克他就以這一部電影 《詐欺女王》拿下了最佳音樂及喜劇類電影 最佳女主角的獎項喔 恭喜他 我們就透過片段 一起來看看羅莎蒙派克的演技吧 《詐欺女王》 《詐欺女王》 她的歌詞 《詐欺女王》 《詐欺女王》 你的勤力 看所有這些貨幣的貨幣 貨幣在你的貨幣 Jennifer Petersen 她是一陣子 她有很強烈的朋友 她可以讓你的生活 為你無聊 如何無聊 我們說話 我愛瑪瑪瑪瑪 我愛你 你只好認識我 有兩種人在這個世界 独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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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失敗 我不會失敗 我永遠會讓你走 你現在是困難的 我 我是独自然 独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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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被稱為貴才導演的王家衛導演 還在1995年的作品 墮落天使 現在經過4K數位修復之後 要重新上映囉 尤其裡面 又是可以說齊聚了亞洲巨星啊 像是有黎明 李嘉興 末衛 金城武和楊彩妮 更是用獨特的角度來詮釋都市中的每個 極末靈魂 也是許多影迷們心中的經典之作 而王家衛導演他就說了 經過這次的修復可以說是完成了他當時的願望 因為他們把它調成了擴影物比例 也是當時1995年的時候想要發行的格式 因為在當年的時候他們剪輯的時候 把電影剪輯器調成了變形片 也讓裡面用超廣角鏡頭所拍攝出來的人物 可以增加了許多距離感 但是當時以標準版所拍出來的電影 沒有辦法以變形版來去發行 這一次就讓他們實現當年的願望囉 因為他們覺得心裡面有點可惜 當時因為技術限制 沒有辦法來去上映他們想要玩齊之後 傳達出來的影像傳達 所以這一次弄成擴影物比例 也可以說是完成了心願 而且在裡面用透視效果 還有景深的反差其實滿大的 讓裡面的角色距離看起來很遠 但是又感覺很近 導演就說了 和他們角色之間的情感關係 其實有一點相像 這個忽遠忽近的 他們就主要是透過五個行為 互相交錯的角色 在這個繁華的都市夜空之下 彼此相遇之後而產生出來的 光彈故事 我們就來看看這非常經典的電影是 墮落天使 因為我們都在看著 我們都在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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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閃閃了 閃閃閃了 閃閃旁點 閃閃 閃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前在漫威英雄系列 有一部電影叫《復仇者聯盟掀起旋風之後》 之後有很多電影都是向他致敬的 像是有一部電影是女生的《復仇者聯盟》 一群女生要集結起來一起報仇 現在有了爸爸的版本 這一部叫做《復仇者聯盟》 但他的父是父親的復仇 是憂仇的仇 究竟爸爸在憂仇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會說 女兒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女兒交男朋友 而且這個男朋友是爸爸不認同的話 爸爸等於是說毛起來都要死命的反對 也是他們的情敵 這《復仇者聯盟》裡面 具有三位個性截然不同的爸爸 但是他們具有一個共同點 結果他們三人的女兒 都被愛情給沖昏頭了 其中一位女兒她怎麼樣呢 她瘋狂的迷戀上一位政治運動者 而這個政治運動者 她更是霸占人家的房子 所以是聽起來很有問題吧 另外一位的女兒 她更是愛上了一位裸體攝影師 她還跟人家拍了很多大尺度的照片 第三位女兒 她因為愛上了一位毒販 而頻頻的翹課 這讓他們的爸爸都非常的頭痛 所以這三位無計可思的爸爸 只要暗地裡結為盟友 要一起展開瘋狂的勸離行動 那他們有辦法成功或是怎麼勸離呢 我們來看這一部可愛的電影是《復仇者聯盟》 我的心阿楓 我愛你 我愛你 安東阿楓 還怕你嗎 我愛你吉利潤 現在再給我看看 但它降臨無理 It still doesn't matter to you Du willst jemanden entdecken Okay, es gehört Andi Es gehört Andi? Kriegen von Drugen, es geht so los Dann Du bist paranoid Wenn du nicht willst, dass Luna ihren Koffer packt, musst du sie unterstützen Dem ich Aktfotos angucke Bitte begrüßt mit mir, Luna Könnte ihr Vater sein, oder noch schlimmer, ihr Großvater Wenn er mit zwölf ein Kind gekriegt hätte Und das hätte er mit zwölf auch ein Kind gekriegt, dann dann Schluss mit lustig Es ist zu ihrem Besten Wir möchten, dass du jemand anderen verführst Also ziehe ich mich jetzt nicht aus Doch, doch, doch Kommen wir get it, Baby Also jetzt kaufen wir Drogen und sagen anonym dem Direktor Bescheid Ein halbes Kilo Kokain Ihr habt noch nie Drogen gekauft, oder? Klar Sicher Doch Super Schwäger Super Schwäger K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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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ch ab Klar 要試試嗎 我試試 什麼 什麼 你怎麼會這樣 又有一部迪士尼的真人版電影啦 這一部是時尚惡女酷伊拉 他把迪士尼的裡面經典時尚大版 把酷伊拉的崛起故事給搬上了大一幕 但是你光聽酷伊拉這三個字 你可能會不太熟悉 他是誰 幫大家回憶一下 他是101中狗裡面的大反派 就是一位邪惡的女生身上披著黑白斑點相間的皮草 而且他為了要製作出這個皮草 他更是肆意的虐殺小動物的這一位大反派 而要飾演這樣大反派 真人版找來誰飾演呢 找來就是金江映后愛馬史東飾演 裡面還有其他的角色喔 像是也是由映后愛馬湯普遜 以及馬克斯壯 還有喬爾弗萊 以及保羅華特豪澤也有在裡面驗出喔 他們的故事背景是設定在1970年代的倫敦 當時正值龐克搖滾的革命時期 那其中有一位叫做艾斯戴拉的年輕惡女 想要憑藉著他的材質 在這個時尚圈來闖出屬於自己的名號 而他就認識了另外兩位和他臭味相同的竊賊 各種的伎倆讓他們得以在倫敦這個地方 風生水起 直到有一天艾斯戴拉 她的才氣被時尚天后 也就是一位男爵夫人給向眾了 兩個人從原本相知相惜 到後面竟然反目成仇 更是讓艾斯戴拉她的黑暗面 逐漸的展露 成人見人怕的時尚惡女 那這個故事就主要是在說 這位迪士尼非常經典的大反派 叫做酷伊拉 她是怎麼樣崛起的 是什麼原因讓她成為現在的大反派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一部 迪士尼的真人版電影 時尚惡女 酷伊拉 這不是很好吃的 有些人 但我不是為了所有人 我猜他們一直被害怕 那我會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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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點懶惰 然後有點懶惰 我是Crewella 來看一部驚悚恐怖片 這一部是玻璃萊多里鬼屋 它是把1930年代 在英國史上最陰生的真實案件 改編搬上了大一幕 而且這個玻璃萊多里鬼屋 它更是被說是英國鬧鬼最兇的鬼屋 就連驅魔使者或是驅魔專家 都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 這個玻璃萊多里鬼屋 它其實原本是建於1862年 而且它外觀建築 有沒有很漂漂亮亮的 像是維多利亞風格的豪宅 但是為什麼後來會變成鬼屋呢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一下這個故事 我覺得看完之後 會讓你覺得毛骨悚然的感覺 那它改編成了電影版 主要是在說有一位牧師 他被任命成為這個代理牧師 所以他就帶著他的妻子還有女兒 去前往到了一個神秘的莊園裡面 入住了就搬進去 但他們住進去不久之後 這奇怪的事情 就接二連三的發生 什麼奇怪也是 例如說是他半夜可能會聽到 彌喇的聲音 或是看到很陌生的修道師的聲音 加上他們的女兒行為 開始也變得非常的怪異 感覺好像不認識他一樣 那其實還有很多被打擾的這些行為 讓這個牧師和他的老婆想說 不行再這樣下去 可能不是辦法 所以他們就找到了非常有名的驅鬼專家 想要來幫幫他們 他們就必須要一起揭開這個真相 到底為什麼這個鬼屋裡面 會發生這麼多奇怪的事情 也要找到這棟房子 他們之中有什麼樣超自然的力量 還有過去到底是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呢 就要跟著大家一起來揭開這個鬼屋之謎 透過片段 一起來找找到底是為什麼吧 底after兩隻幸運 桐桐桃桃桃桃桃桃 我最 Chang信的가� 안돼 地震灭桃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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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 Saturday cinema 以後的事件妙 activating 總它ْ竟然有點說 ığ似乎 ocy多莫 照�桃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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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gen 他在家里面的一件事 他们有一个训练的事情 他们是在家里面的一件事 他就是在那男人里面的一件事 Lonas! Marian! 你能做到你的女孩 你能做到 Ma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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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階段帶大家來新片搶先看 搶先看有什麼電影即將要上映呢 這部電影叫做《幸福剛剛好》 這是由澳洲不露臉天后之城的 西亞她首度自編自導的作品 而她第一次擔任導演的作品 就入圍了第78屆金球獎 最佳音樂及喜劇類影片 還有女主角的獎項 其中裡面演女主角的演員也是西亞 她親自點名的 她就點這一位會唱會演的歌手 叫做凱特哈德森 來飾演裡面女主角角色叫做小祖 這個小祖她是剛從樂界所出來的 她就突然得知自己的妹妹小月 她成為了她的唯一監護人 她這個妹妹跟她是同父異母的 而且她的妹妹還患有自閉症 因為這個妹妹來介紹一下她的個性 她理解世界的方式和其他人比較不太一樣 儘管她可以明白身邊的人說的每一句話 但是她卻不容易可以做出正確的表達 也沒有辦法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 所以需要有人可以照顧她嘛 而她的妹妹內心世界就感覺像是用音符 來建構出來的一個夢想城堡或是夢幻國度那樣 所以就比較抽象她的思考也和一般人比較不太一樣 那面對這樣獨特的妹妹小祖她就必須要改變自己 你知道到自己內心的那一份愛和溫柔 這對剛從樂界所出來的她比較不容易 因為其實她已經跟社會隔絕了一段時間嘛 她有辦法和妹妹一起來面對嶄新的生活嗎 那其實裡面小祖這個角色喔 她把這個設定是一個外表比較強悍 那因為碰到了一些挫折 而讓自己和社會比較保持一點距離 也和社會比較脫離了 所以她把這樣角色喔 直接就是設定成她的髮型 是非常俐落的平頭造型 這個也讓凱特哈德森喔 她對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且她當時要來做出這樣的決定的時候 她是惡話不說 毫不由於就直接剃了一個平頭 這個也讓導演西亞覺得說很佩服她的勇氣 然後也很讚賞她的演技 我們就來看這一部電影是《幸福剛剛好》 《幸福》 好,我看你 我相伴的伴侶 我可以失去她的手 小女孩有任何家人可以接触? 家人? 我根本不可以去照顾自己 你做了你的責任 你做了 音樂 我嫁了 她現在是你 靠下,是你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Music, it's your friend Ebo I live next door Can you move in? She can understand everything you are saying to her And if you are happy, press this one Mind chat Very funny troublemaker She sees the world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from us We're about to have a pool party I am happy And unless you love you too Treat yourself like nothing but a fool Can't love me unless you love me No! You can do this I'm gonna help her Just like she helps me When I'm actually learning how to love Because I love her Stand up with your face till it's gone higher Together We can take it higher Together We can take it higher 每一個地方都會屬於自己的文化風情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觀察過台灣男生 如果在談戀愛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嗎 這一部國語片是當男人戀愛時 就要傳達出屬於台灣男生的台式浪漫 而這部國語片是由紅衣小女孩系列的 億萬票房導演 陳偉豪導演他監製的作品 導演是殷正豪導演 殷正豪導演 他之前導過一部MV作品 就是《龍珠回桃》 這個MV到現在已經是破一次的點擊了 非常的厲害 那除了是導演監製很厲害之外 這也是集結了金獎卡斯 由邱澤和徐瑋寧來主演的 那其實這部電影 他雖然是改編自韓國電影 但是在導演的台式美學轉換之下 他成為了一部非常具有台灣味的 改編電影 尤其男主角邱澤 他在片中他可是出現一幕 他就換一套花襯衫的招牌造型 可以說是非常的亮眼 加上邱澤他的台語非常的溜 也很厲害 他在現場還會當起大家的台語小老師 甚至還會幫忙修改劇本等等的 例如說這個劇組還會很問他一些 古早味的台詞 因為像有些字是只有台語才會有的 這個邱澤他很厲害他都會 所以也是教大家 教起台語課來了 同時導演也會要求邱澤在電影之中 三不五十就拿著一隻甘蔗在這邊啃 感覺很像是這十組的台味 台客 劇組也很貼心 就特別準備了新鮮的甘蔗 只要邱澤要吃的時候 就現銷給他吃 但是也讓導演大讚邱澤的敬業態度 因為其實甘蔗有時候 大家知道有些甘蔗 他還滿好咬的 有些是很硬 但是導演就說不管這個甘蔗有多硬 只要他還沒有喊咖 邱澤都會用力的咬下去 在旁邊都可以聽到很清脆的聲音 這也讓大家覺得說 哇 邱澤真的是很敬業的 我們就來看看 他在這次新作品裡面的表現 會是如何吧 這部國片是 當男人戀愛時 他就改了 你改了就改了 我改了我們很費錢 不小姐 你長這麼漂亮 後來的男客人就改了 你們喜歡欺負人對不對 就從現在開始好了嗎 想換 想什麼換 你給我出來 一次一格圖滿免還 請問我會想辦法還你 你以後不要再來找我 我愛你咧 我愛你咧 阿浩你出門了 你給你的好心咧你知道嗎 你喜歡我對不對 你喜歡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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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我 你喜歡我什麼 希望你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你是否偷笑 你會想做什麼 你自己敢 今天你了 我還要歐事 我要改的 這條件 我一定要拿回來 走這路 那個是忽ポケ子 的權利 你以為你救我的事在幹嘛 拜託不要走 請問請就好 拜託你 你對我的好 我都不記得 我後四人憑你 大螢幕上面來看個夠 其中一部是劇場版假面騎士 Zero One Real Time 另外一個是劇場版短篇 假面騎士勝任 不死鳥的見識與破滅之書 好 這兩個是同時 你可以在大螢幕上面看到的 而假面騎士播出以來 推出超過30位假面騎士主角 於任何時期登場的Zero One 在海內外都有擁有超高人氣 這次來講 這是劇場版兩部其中的一部 也就是Zero One Real Time 它裡面是由日本實力派男演員 伊藤英明 他來飾演其中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是突然出現的 迷樣男子叫艾斯 艾斯就帶領著他的追隨者們 在世界各地引發恐怖攻擊 而且還進行毀滅世界的儀式 而這時候假面騎士Zero One 他就勇敢的挺身而出囉 加上瀑布 瀑破劍 還有認為天津該 滅亡迅雷打NEST的迅河滅野 他們一起奮戰 要展現出壓倒性力量的艾斯 他究竟是何方神聖呢 尤其跨越人類與AI之間的隔閡 就和他們一起在60分鐘之內 要來拯救世界吧 我們一起來看看 劇場短編 仮面ライダーサイバー 不死鳥の剣士と破滅の本 本日正午 世界滅亡の儀を開示する 私は楽園ガーディアの創造者 超越した悪魔よ 私がSを止めなきゃいけない 俺が止める 私も同行させてください 駄目だ あと10分でこの世界は滅びる お前の思い通りにはさせない tips am Iファリー星空下 雖然誰 彼岸・仮面ライダー01 誰です 回來繼續帶大家新片搶先看 這一部是《巴黎星空下》 要跟隨裡面主張門的漫步 要帶大家看 有別於巴黎浪漫巷弄之間的 不同面貌 而且也呈現出巴黎街友們 他們充滿人情味的生活 要扭轉大家 對於街友們的既定印象 故事裡面的主角 他叫克麗斯汀 他窮極潦倒 寂寞地穿梭在這巴黎的街頭上面 每天就是尋找食物銀行的補給品 來維生 度過一天又一天 而這個氣候是非常天寒地凍之下 有一天這個克麗斯汀他就發現了 他平常常待的地方 就有一個小男孩站在那邊 疑問之下這小男孩才八歲 他叫蘇莉 他為什麼站在那呢 是因為他和他的媽媽走丟了 而且聊天之下就發現 兩個人的處境蠻相似的 所以就一起踏上了這一段 充滿愛和希望的尋親之旅 就可以看到這兩個孤單的靈魂 互相陪伴 湧闖在巴黎的地下世界 為了就是要尋找這小男孩蘇莉 他的媽媽到底在哪裡 所以這一部電影 他用很溫柔的目光 帶大家看看在巴黎的星空之下 這互相扶持的故事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一部電影 測到這部電影 你的暴力 他被拗募 看起來 他被拗募 他被拗募 我 他 你 他 我 他 那是什么事啊 你会有一个地方在外面 你找到哪儿 你找到哪儿 他在哪儿 妈妈 妈妈 我们找到你的妈妈 Kili 阿嬰 快了 我背骨 快了 你很美麗 我像一部鎖鎖鎖 再來看到這一部紀錄片 叫做綠色牢籠 他是在講一座囚禁阿嬤 人生記憶的牢籠 也是在講被遺忘的過去 在講日本和台灣 未曾被觸碰的遺落歷史 那裡面其實用現實紀錄 還有歷史素材 和劇情重演的方式 不斷的穿插來去交錯 也是試圖在阿嬤的記憶中 還有1930年代的真實故事之中 找到可以互相抵觸 或者是不願被承認的記憶 他們之間有沒有什麼秘密的地帶 而這個電影更是 遊走在這些歷史記憶的 回廊長域之中 要大家跟隨著阿嬤的腳步 也跟隨著這些空間裡 無形的節奏 走進黑暗的房子裡 走進殖民時期 走進礦坑 走進家族歷史 還有走進阿嬤的內心世界 所以待會兒就透過片段 一起來看看這一部紀錄片 是綠色牢籠 那今天電影情報站幫大家整理了 不同主題和類型的電影 也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們 今天為大家準備的電影清單 我是林舒嬤 我們下次見 我十歲的時候就來到這裡了 我都說我來這裡就像是四人睡了 你也有 三家來 說我都流血了 都在讀人 早晚早媽 阿公 媽媽 他也不 早uis 馬上 早上 早晚 早起 早下 早吃 是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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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早上 早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